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曼磁院无人机课程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MPU6050传感器的这个驱动的移植 好 我们还是先看PPT 好 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驱动的移植 而不是开发 因为这个MPU6050的话 它内部的寄存器啊 以及硬件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开发的话 估计我们这一个人坐在这 好几个月什么事都不干 光写着一个传感器的驱动程序 就够写好了 就够写的了 那么正是因为它功能十分强大 而且驱动程序的开发又十分困难 所以官方给了这个 可以移植的这么一个官方的这个驱动版本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官方的基础上进行这个开发 这个MPU6050这个驱动呢 实际上它分几个部分 首先它与这个SM32 就是我们这个主控制器 它与主控制器之间是通过这个iPhone C进行通讯的 iPhone C总线进行通讯 所以呢我们要使用这个传感器 首先要处置化这个iPhone C接口 然后才是这个传感器底层的基础器的处置化 底层的基础器处置化完了之后呢 这个传感器按道理来说就是能正常工作的了 但是它正常工作传感器返回的数据 我们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它返回的数据 跟我们想要的这个确定的姿态呢 就是欧拉角的那个确定的 以三个角度确定的一个物体运动姿态的这个方式呢 还不太一样 所以呢 它要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解算 就是这个姿态解算 然后这个姿态解算呢 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而且它的计算量呢也不小 所以这个MPU6050呢 它内部有一个硬件的这个姿态解算单元 我们这个驱动程序呢 也要对其内部的这个硬件姿态解算单元进行初始化 二者都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这个MPU6050才能正常工作 它交给我们的数据 我们才能正常的理解和使用 然后呢 为了方便它跟这个处理器之间的这个接口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外部中段的这么一个引脚 就是在这个传感器有效数据到来的时候 它会拉低一个GPIO通知这个处理器 说我这有数据了你来取吧 所以这个处理器呢 一般不会去轮循这个引脚 而是用这个外部中段这个方式 就你什么时候有数据 我什么时候都要 因为我们这个姿态控制的话 它速度又快又好嘛 就是 所以呢 就采用这个外部中段的方式 而不是IO口 轮循的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iPhoneC接口 这个iPhoneC接口呢 在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原理读物里面 它是PA5和PA6 PA5是这个SDA引脚 也就是说是双向的数据引脚 PA6是这个Clock引脚 那么熟悉这个STM32的人应该知道 这两个引脚实际上它不是标准的硬核iPhoneC的接口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用IO模拟这个iPhoneC的时序 来实现这个处理器与传感器之间的通讯 还有就是呢 这个 呃 外部中段的初始化 那么外部中段的初始化呢 这个MPO6050初始化成功之后 会每隔5毫秒触发 一次中段拉低这个INT引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原理图里面 INT引脚是在PA4上 所以呢这两个我们都要初始化 就PA4、5、6我们都要初始化 呃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iPhoneC的初始化 我们还是一样 打开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工程 叫MazSTM32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Source下面新建一个 买iPhoneC.C这个文件 然后同时呢 在这个include的文件夹下面 建它的这个头文件 买iPhoneC.H 这个新建文件的操作 我们很简单 在这个文件夹上点右键 然后new一个file file名字一写就完了 好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新建这个文件 然后把它放大吧 呃 实际上呢 它是包括这个 包含了一个 包含了一个myPhoneC.H这个头文件 然后呢它由于内部可能需要用到延迟函数 所以包含了timer 呃有的时候初始化不成功 我们需要打印信息反馈一下 所以呢 我们还要包含这个UART的头文件 用这个UART去打印 当然我们有了这个高级的这个调试接口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trace printful之后呢 可以不包含这个啊 直接用我们的trace printful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iPhoneC.C里面 它的函数 那么主要这么几个 首先当然是这个iPhoneC初始化了 初始化的时候就是把这个PA5和PA6 啊 两个GPL初始化 初始化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输出模式 啊 当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这个SDA引脚 也就是说PA5的模式改变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函数就是改变这个 PA5 也就是说SDA的这个 输入和输出模式的两个函数 啊 也蛮简单 这一配置之后再写入 啊 这个酷函数操作呢 它比那个寄存器操作要稍微复杂一些啊 对于这个寄存器操作来说 这个SDAout和SDAin 可以简单的用两句C语言就能实现 因为直接操作寄存器嘛 但是酷函数法的话稍微麻分析 但是也不会骂特别多 所以大家不必在意这个问题 酷函数看起来还是比较规矩啊 也便于继承啊 你走了之后 你的下一任拿到你的代码之后 他不会骂你啊 不然的话 你写一堆寄存器在这谁看得懂啊 还得去查手册 然后这个就是iPhone C Star的 iPhone C Star的话 实际上就是构造这个 iPhone C总线传承协议中的这个初始化的条件 也就是说起始的时候它是Clock保持高电瓶的时候 然后那个Data数据线从高到低 所以它一开始Data是高 然后在Clock高电瓶的时候把它拉下来 这就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iPhone C Star 那么这个是当Clock是高的时候 Data数据线从低到高 也就是一个上升眼 然后就标记着这一次传输完成了 然后后边是这个 iPhone C总线它有这个等待 等待应答嘛 所以等待应答的时候 这个数据线要从输出模式改成输入模式 然后再进行一些时钟操作 给它几个时钟 然后一直读这个引脚 读这个引脚之后呢 要等待它变成低电瓶 因为它是从设备把它拉低 然后如果等待了好多次之后 一直没有变低 那么就说明这个总线有问题了 我们就报个错 然后退出结束这次传输 后面这些就是应答了 这是我们主机应答从设备返回的数据 因为这个iPhone C它是双向的 当主机从从设备获取数据的时候 它也要应答从设备 然后当主机写入从设备数据的时候 从设备也要应答主机的写入 后面这是发送字形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然后写寄存器的地址 然后数据长度 还有一个写的缓存 后面这些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时间有限 那么代码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不懂的话可以提问 好 那么其实读写函数的话 这些缓存操作都是基于 最简单的两个函数 叫RedBite和RedBite 就是读一个字节和写一个字节 那么 跑到后面去了 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函数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相关的函数定义都在投文件里面 啊我们一共定义了这么多这么多个函数啊 这是我们会用到的 然后呢这里边有几个红定义 就是说时钟线高的时候 实际上它对应操作是GPIO SetBit 然后数据线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然后低的时候是ResetBit 这种就都很好理解了 然后这个读取这个数据现在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一个红定义 那么红定义展开之后是一个GPIO操作的函数 好 然后我们接着向下来看 下一个部分是这个GPIO的这个 初始化 那么GPIO的初始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这个我们的传感器在这儿 6050 它的这个int引脚 然后看它接到哪儿了 到这里 PA4 PA4这个上面 那我们就把这个PA4先给它初始化 成web中断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文件 好 叫x.c 然后这个文件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为了节省时间哈 我直接从之前写好的那边直接复制过来了 嗯 那么复制的时候呢 复制完之后还得做相应的修改 因为这个 毕竟是没有 这个 跟我们这个无人机上面的这个硬件对应的 这是我之前写别的的时候写的程序 好 这个爆了一根错 我们先不管它 那么 头文件我们得要过来 好的 那么同理我们也在我们这个文件夹下新建我们的头文件 好 建完之后呢 也是个空白 所以我们还要从之前这个里边把这些啊 好 我们需要的都复制过来 我们需要的都复制过来 OK 那么 学上大家可以看到啊 原来这个 原来这个 这个中段的处置化程序是处置化的这个PA5 所以我们这里啊 对这个处置化的程序进行修改啊 改成我们啊 PP5 改成我们这个PA4 好 我们先回到这里来 那么这些是 使能PortB的时钟 然后上拉输入啊等等这些啊 这些的话呢 我们就 这些还是原来的这个寄存器操作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扩函数操作 好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这个能复制就不自己敲啊 虽然这个在Eclipse下敲 敲 敲代码的话也是比较快的 但是 还是复制 之前的一些靠谱的程序 好 比较省时间也免免得出罢了 好 这个这句话就是打开PP PortB的时钟 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 啊 PortA的时钟 好 这句就不要了 好 然后改完之后呢 这个 上拉输入这些呢 就统统不要 好 因为我们要用宽数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用的是 GPL GPL 这个结构体 好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GPL A进行初始化 刚好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吧 在这个PWM的时候啊 写PWM函数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 好 一般我们不要自己去细心工工的敲代码 尽量在现有的技术上改 好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啊 IO引脚改成4 因为我们的中段是发生在 引脚PA4上 然后这个引脚模式 按住out加上 斜化线 自动补权 那么我们是输入 输入的时候要 破up就是上拉 不要不要下拉 因为我们的第一点没有触发 你下拉的话直接就触发掉了 好 那么这个就 初始化完了 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写入到这个GPL A上面去 好 然后这个 下面是这个 MVSE这个中段的配置 那么这个呢 通道我们肯定是 这个要改掉了 我们的实际上是通道4 让我们找一下 在这儿 然后这个优先级的话 这倒是无所谓 就3和3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外部中段线的这个配置 嗯 sorry 我每次老师错鼠标键把它搞走了 好 因为我们是GPL A 然后是line4 这个地方也要改掉 好的 那么到这儿呢 我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中段的这个初始化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好多 呃 报错的内容 报错的内容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 嗯 它们有包含到这个头文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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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